2号 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同日本外相林方正举行会谈 秦刚表示 和平共处 友好合作是中日关系唯一正确的选择 福岛和污染水排海 事关人类健康安全 日方要负责任的处置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中方敦促日方 不得插手台湾问题 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 林方正表示 日方愿恪守日中四个政治文件 推动构筑具有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